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 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微信公众号里 购买到这本教材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拜尔的第五课 第五课仍然是一条双手齐奏的练习 固定手位 右手在高音区 一指弹兜 二指弹坠 三指弹咪 四指弹发 五指弹搜 左手在中音区 五指弹兜 四指弹坠 三指弹咪 二指弹发 一指弹搜 好 相对于前面的第三课和第四课的旗奏来讲 第五课的旗奏 它在节奏上有了一些变化 还是四四排 它每个小节的节奏不再是规整的全音符或者是二分音符了 在给大家做示范之前 我还是先说一下它的连线 它也是只有右手画的连线 不过我还是让学生完全按照两个手连奏的方式来弹奏的 我数着拍子给大家弹一遍 我会弹反复 法 装第二扇 反咨 aslında avo 封二三 正片那么好 五指 能や 여� 两指 qu� 放 专二三 各路 盖 三 sent 鞟 点 对 主 点 六指 三拼 大 是这样的 这种节奏 就是每个小节 第一个音是三拍 然后在最后一拍 小节的最后一拍 有一个音 然后马上又进行到 再下一个小节 其实它是带点倾向性的 Do 二 三 Rai 咪 就这个Rai有倾向到咪的感觉 后面Fa 搜 Fa有倾向到搜的感觉 它是一直有一个倾向性 倾向性在往前走 所以这种编排 是比较有动力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五课教师的这个部分 这个左手 我就光说教师这边的左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这个其实是一个 有点爵士的感觉 就是黑人音乐的感觉 所以就是有点小 滑稽 它其实是带点这么一个情绪的 然后再加上右手这边的 然后三拍往后面 一直倾向倾向倾向到下一个音的 这个感觉 然后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 带点小小的幽默 但是节奏又很标准的 但是节奏又很标准的这么一个音乐感觉 高台指 然后它是一条大连线从头到尾 虽然它中间那个连线 第一行那个连线画到第二行的兜上 然后第二行那个兜又继续往下 从同一个音开始 所以它中间是不需要断开的 在音乐中间 我可以说一下这个连线 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 它这条长连线 是画到这一行的最后一个音上 还是画过了这个音 然后你再看第二行的第一个音上 那个连线接了一点头 然后再往下画 那么它中间就不用断开 如果这个连线是只画到了 第一行的最后一个音上 然后第二行那个兜又重新画了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要有呼吸的了 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差别 不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弹奏的时候抬手指 越是短的实质的音 手指越要抬得高一点 然后快速肌腱让手指灵活 每一个手指自己独立地动 最后在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这个学生这边最后一个音 是三拍加一个空 然后老师那边呢 其实从第三拍开始 就用到了中央C的这个兜 它其实跟学生这个 最后一个中央C 左手这个兜都落上 所以这个地方 让学生稍微早一点起来 让老师能把那个音弹出来 前面我也讲过 就是最后这个空拍一定要准确 不然如果学生有弹完琴 到了拍子 手也不抬起来的 这个不标准的习惯的话 前面的每一刻都会和老师的 那个需要用到的琴键落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让学生注意到 你弹的这个音到最后是几拍 它在几拍的时候就结束了 这个音乐就停止了 所有的空拍也都是要数出来的 好 我要讲的基本就是这些 那么现在我请我的学生来 和我一起给大家谈一下第五课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脸 打脸 感谢观看